初一樂杜鵑台來襲 台北果菜批發市高麗菜一公斤批發價 曾經一度飆到60元 讓農民猛中 截至10月種植面積多出24% 現在高麗菜每公斤批發價已經跌到20元 農糧署發新聞稿 希望農民不要再搶中高麗菜 以免高麗菜價崩盤 但實際來到大同四季平台 問到農民是否感受到這波菜價影響 當地農民表示 原本賣出價格就低 所以沒有特別感受 目前產季雖然結束 但因為目前市場需求能高 價格雖低 當地農民還是繼續種植高麗菜 高麗菜農不但看天吃飯 也要看市場價格波動 決定今年是否賺錢或平盤 還是血本無歸 轉型我們就是要看個人的意思 希望政府說就能保障我們菜農的價錢 能在平均之下 不要說我們菜農真的是很辛苦 高麗菜價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當地居民雖然有人想要轉型 但缺乏資金跟技術 讓他們多年來不願意冒險 放棄種植高麗菜 記者Nabu Daciu 李蘭大同採訪報導 請你回答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